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姚书贤,今年八岁,来自马来西亚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跟我的朋友不一样 我不要当厨师,我也不要当医生 我要当年土手工老师 因为很有趣又好玩 对,你没听错 我想要当一名出色的年土手工老师 现在科技很发达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在线上学习 所以身为年土手工老师 我可以在线上开帮 教小朋友们如何做年土手工 就好像我在家 就可以上口才帮 不需出门也可以训练口才 也让我今天有机会通过 先进的科技在大家面前演讲 相信大家也知道 现代的许多小孩们都成为玩手机或电脑 所以通过学习年土手工 可以减少孩子们玩手机游戏或电脑的频率 除此之外 在玩年土的过程中 还能够不知不觉中 太阳孩子们的专注力 并且可以促进亲事关系 和家人们一起DIY 动动手动动脑 不仅如此 通过学习年土手工 可以让大家以自己的创意 以心意弄出来的年土手工作品 送给其他人作为礼物 最后我想谢谢我妈妈 当初鼓励我参加了年土课 激发了我的兴趣 我才有今天这些作品 这些作品就是我的年土手工作品啦 漂亮吗 可爱吗 观众们 你会支持我吗 谢谢大家